这就是巴远最新研发的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导弹发射车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发射筒架是一个起数的姿态 那么在实际作战当中这就是一个带发射是一个作战的状态 一辆车上的是有六个发射筒 每一个发射筒里面是装载一枚红旗16FE导弹 它是第四代防空武器装备的典型代表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作战能力很强大 具有防空反导一体化 是呢它对付的那个目标种类很多 包括我们的有人无人的作战飞机 进去制造的弹药 最大的一个特点它还可以蓝战术弹的导弹 那么它的作战性能应该说在国内外的同类武器当中应该是佼佼者 它是典型的第四代防空导弹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它整个只有尾翼 全弹是没有翅膀的 光感弹它就像笔一样的光弹 我们所说的就是光感弹 飞的速度高飞的更远 也就是在导弹进行拦截目标的时候 到最后还可以开启一个车厢力 就是平推 导弹可以横的平移的 平移的时候特别是对这种非常先进的作战飞机非常有用 作战飞机在逃逸的过程中我们导弹可以自动开启之后创下导弹 所以这个弹就是典型的我们现在所说的第四代防空导弹 就是这个装备要拉出来就能打仗 那么它的维护的工作要越少越好 这就是说明我们的装备一个是可靠性高 然后要设计成免维护 交给部队之后 它最好就是存放的 需要打仗的时候拿出来就能打 打高空目标 地空目标到超地空目标 到今天 整个传统的作战飞机 单导导弹 全航导弹 在未来能打一场高科技的高力度的战争 我们能要打得赢 我们还要复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